I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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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all hate my hair OK,可是你们有想过,为什么我要留头发,为什么不要剪头发吗? 没有,你们没有想过,你们只想要我剪头发罢了 所以今天呢,就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我不要剪头发 我呢,出生于一个典型的亚洲家庭 从小就被教育男生的头发一定是要短,一定是要干净 一定是要整齐力多啦 所以我就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都保持这种发型 只有中学唯一一次我那时候剃了两条线 然后就被停课两天去处理头发啦 其实我以前就一直觉得Steve Belker的头发很帅 然后还有Squalex的也是 讲到Squalex的Life is one of the best experience in my life OK,回来,总之我过去从一出世到我中学 这整18年我的头发都没有长过,你们懂吗? 然后就当我觉得我18岁那一年中学毕业 我终于可以留我自己想要的头发啊,可以染头发啊什么的 然后一封信狠狠的删了我一个耳光 那就是当兵的信 然后过后的事情没知道啦 然后我就终于回到了Malaysia 然后现在我的情况是没有校规,没有兵的law 就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束缚我 我就终于有这个机会可以留我要留的长头发了 我留这个长头发用意很简单就是我没有try过留长头发 就这样子吧 因为我从过去19年我头发都是短的 然后完全没有到这样长过 我也不知道如果我留长头发会是长什么样子 然后我就很想try 可是我一直都没有这个机会嘛 然后我现在终于有机会啊 我就try留这个长头发咯 然后我的头发我也没有打算到讲到真的留到很长很长的 怎么办 差不多到这边有点像Ghostman那种长度这样子就OK了 如果你问我 我留这个长头发我到底会不会去剪 会不会有剪头发那一天 我可以跟你讲,会,我会去剪头发 可是绝对绝对不是现在 因为如果真的要我剪头发的话 我想要给我自己有一个很好的动机去剪头发啦 很像我之前刚毕业过后 然后我就去新加坡当兵嘛 然后那时候我就t光头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仪式 就代表我现在进入一个新的一个状态 进入一个新的地方 一个环境要做新的事情这样子 然后我那时候出了意外 然后我就回来马来西亚 然后回来马来西亚过后 我就把我那榴莲头t掉 然后染成orange色 这个也是象征着一个过去已经过去了 然后我已经回到马来西亚 我就重新在这边restart 它是一个新的chapter这样子 所以我希望我真的把这个长头发剪的时候 是我已经去到另外一个章节 然后可能有另外一个live这样子 你们可以把这个理解为 可能我看是看太多啦 我就希望剪头发有一个很好的动机 不管怎样 所以总之你看到我如果真的是已经剪头发了 就代表我已经去到一个新的live的chapter 然后even though这个chapter它是好是坏 它都一定跟我现在的状态 我现在的生活有很大的落差 然后因为目前我现在还停留在这个chapter 我还我还在这边 我还没有move on 所以我不会去动我这个头发 就这样子啦 总之我剪头发那一天 一定是我已经move到另外一个chapter了 所以我们就拭目以待 but so far 我是不会去动我头发我给它自己留 然后很多人问我 你就算要留头发 你可以至少把这个颜色染为黑色 因为现在一半黄一半黑 整个像布丁这样丑到半死 well OK我相信你们应该满意了啦 我已经回答关于我头发问题了 然后因为由于现在mco 我很多地方不回去 我在家里也是已经有点江南才净了 所以我就干脆来 我们来做一个MA It's not Q&A It's ask me anything It's yeah sounds like Q&A what the fuck you get it 我上一次更新我的Q&A 已经是两三年前的事情了啦 其实我没有拍而已 原因很简单 就是我一向来都不太喜欢Q&A 这个系列 but现在真的是 没有东西可以拍了 你知道吗 真的没有地方可以去 整天就是在家里这样子 然后再加上 我一直来都很常 收到观众问我一些 关于我的衣服啊 头发啊 当兵啊 拍video啊 那种各种各样的问题啦 我就在想 反正我都这样多年 没有拍Q&A了 和不为乐 ask me anything comment down below bitch T-Mo T-Mo T-Mo